她正在用她的实际行动 与这个坑爹的世界斗争着 您就巧合吧 来了来了 来了 一个烂钟 永远都行不准的 好不可以换了它 我不信这么大的怨 没了它不会转 哥大夫 院长 小刘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大老院都听见院长在嚷嚷了 赶紧 我把这个钟电池换了 后来直接把那个钟直接换走 快去 去 去吧 高大夫 你说我该怎么表扬你啊 表扬我干什么呀 我最近也没做什么特殊贡献 你好久没有迟到过了 我肯定应该表扬你啊 今天真是把我气坏了 你知道吗 我就躲在咱们那个红领路口 离这三天中的路程吗 躲了白黑对象时过不来啊 我都看见在那儿楼了 就是犹犹不可及过不来 编啊 继续编的 每次迟到你都编的了 干嘛别啊 这是真实的啊 有令则行 有禁则止啊 小刘 在 记一下高大夫的罚款 好了 口头批评留下 经济罚款就免了 我保证绝不再多管闲事了 我也绝不迟到 好 再有下次三倍罚 好嘞 小刘 三倍罚款 以我为价啊 记好了 别生气了 我先气了 好 别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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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电话里又哭又闹的 说一半就挂了 什么情况啊 高大夫啊 你怎么找得着我呀 我不用找 就知道你肯定在这儿喝酒 而且知道你肯定喝大了 我要不来看看 我怕你回不了家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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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会不放心我呀 高大夫啊 其实我罚你的款啊 我都是借口 我就是想你呢 早点来医院 你应该明白吧 明白 在医院 我是院长 我必须要严肃 你应该理解吧 理解 特别理解 其实你这个人 挺好的 你人品好 脑子好 医术也好 就是好狡猾 我说什么你都说 是是是 好好好 好好好 不不不好 今天晚上 这个酒到此结束 不要再喝了 不行 今天晚上这个酒我必须喝 再喝你都喝多了 干嘛非要今天喝 改天喝改天喝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喝 哎呀干什么为什么非要今天喝呀 因为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 你女儿啊 你说她现在在哪儿啊 你说她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她肯定在 肯定在一个 你这么逗的地方 好好活着呢 啊 别胡思乱想啊 好吧 啊 哎 晓晓姐回来了 哎 那个哥们 麻烦你 帮我把她送回家去啊 哎 是啊 哥大夫 好 让你再聊一聊一 不 不了 晓晓明明 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要是吃到三倍功夫发刊 我看受不了 嗯 哎呀哎呀来小心 来来 谢谢啊 好 哎哎哎不不不 行行行行 不 哎呀小心点啊 哎呀小心点啊 哎呀我坑你说得ky 上班了 快说话 别habt联级啊 哎哎再见 itos 真不得 ak 感谢观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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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儿 来 要不是你我这坎都过过去了 那么多人 只有你敢上来帮我一把 说明您夫妻大命大呀 我再说我要是不救您 我勾搭上良心还是怪不确的 您好喝养病啊 好 医药费吧 多少钱呀我会还你的 两千四比五十多 没事 我都说给您孩子算您就甭脱心了 我没孩子 那您有什么亲人什么的吗 我打电话让他们和周姑娘 医药费喜欢了 你 没事 我回头再来看您 我 我得先上班去啊 您在这儿养病 小刚 你是个好人 你 两千多块钱买个后人 你 挺贵了 我下注了啊 好 这个 你 你肯定不信我就是一个罗尼 这回又给我写小学生作文了呀 这回是真意的 我上回也是真意的 我哪回都是真意的 你不是说 不再用那种管闲事的借口了吗 小刘呀 记一下啊 你赶紧下来 我把你开除了 当然得经过你的图一样 三倍八块 记着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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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冤枉我了 你没在现场 你不知道那个情况有多危险 老人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解释口的人来来回回过去 就没有一个人去打把手 把我气死了 你说现在的人怎么回事 都没有公贪心了吗 都不知道建议永迷了吗 都不知道救人一命 生到期节发团了吗 良心都让狗吃了吗 可说我评 证据 你看 好吧 再有下次呢 扣一个月赏金 记下来 快 好好干啊 小刘 好嘞 有点眼力架 高大夫啊 好 保安跟我说吧 昨天晚上呢 是你送我回家的 我喝多了啊 没说什么吧 没有 一直停吗 我送你回去一路上 你什么都没说 就狠狠地解释 估计是喝多难受的 工作 工作 去吧 去吧 喝喝喝 来 来 护士 护士 请问这儿的病人哪儿去了 可能出院了吧 出院了 你们医院挺不负责任了 这病人能随便出院吗 也不看着地儿啊 他要出院你跟我嚷嚷什么 这衣服拿走吧 我又不是家属 我还管着送衣服了 您好 您好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有一个叫黄北发的 在你们酒店的 您是高先生吧 请跟我来 您好 请 您好 请 高先生您请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黄先生的车 他会带您去见黄先生的 黄先生是什么人啊 您接到黄先生就知道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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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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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给他人倒茶 好 好 这 对对 您 谢谢 您请用程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这房子喜欢吗 当然喜欢 这么漂亮 那你以后就住这儿吧 什么意思啊 他归你了 这 咱别开这种玩笑 我没开玩笑 你会看到我的诚意的 对了 你别介意啊 我未经允许调查了你的资料 你的教育背景 专业水平 社会经历 都很不错 人品也非常好 小高 你是一个 非常优秀 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您这是 要干什么呀 我都给整糊涂了 您到底是做什么的 对对对 抱歉 抱歉 我还没有告诉你 我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刚才去的那家酒店呢 是我们皇家集团 连锁度假酒店中的旗舰店 这是我的名片 您就是 黄百发董事长啊 真是九亚大名啊 这董事长嘛 反正都有人来做 不是 关键 我见您啊 我还真以为您就是一个 保洁大叔呢 您也太低调了 我的医生跟我说 我的病状没多长时间了 就几个月 那您叫我来是 我们到下面去聊吧 好 这后院 挺漂亮 来 坐下聊吧 好 好 黄岳先生 您别这么悲观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随时都会有奇迹啊 不用宽慰我 我比一般人想的都明白 可是上回啊 我躺在地上 没人敢管 当时我就想 我说 今天就是我 黄百发的末日啊 没想到你冒出来了 是你把我救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事挺有意思的 咱俩挺有缘分的 不不不不 黄岳 您您您放心啊 即便不是我换谁都一样 都会救您的 可能吗 所以你的出现啊 让我感觉到了一种 一种怎么说呢 一种久违的暖和气 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 对 我没有儿女 也没有家人 几个月等我百年之后 我的所有财产 交给你来保管 不不不 这个黄大爷 不不 黄总长 不不不开这种玩笑啊 好以我心领了 真的真的 咱们刚刚认识 素未平生的 这 这什么事啊这是 你先不要推辞 我是一个善于冲动的人 但我不是个糊涂的人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我看上了 你的人品 所以我的这些东西 与其交给一个 急功近利的人 不如交给一个 我信得过的人 来替我保管 不是 那个黄总长 关键您这 不是什么东西 您这是 一大笔救的天赋啊 所以我不希望 他在别人的手里头 变坏 变脏 可是在我手里 有可能变迷了 我知道你不会赚钱 但我相信 你至少会把这些钱 用来帮助 需要帮助 我呀 什么都不信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看上去 我只能做什么 你会有个人 那这些人 我只能帮助 你帮助 我也是个人 帮助 我自己帮助 我来帮助 你帮助 我自己帮助 我自己帮助 你帮助 我自己帮助 帮助 我自己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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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